今晚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警方調查男子身分 發現這名54歲的汪汐男子 家中排行老四 過去家中富裕 不只擁有房產 父母過世時 也繼承了不少遺產 還娶了越南籍妻子 過著人人稱線的生活 不過疑似因為全球股災 沉迷股票買賣 房子變賣了 遺產花完了 就連妻子也離婚 帶著小孩回到越南老家 青山前一刻還緊盯股票走勢 由於進行股市一片綠油油 許多股民都蒸發了不少財產 精神科醫師也建議 可以採取許多方式 避免困在憂鬱情緒當中 劉德青山再也不怕冥柴燒 無論發生什麼事 都應該要珍惜生命 或許失去的總有一天 還能夠賺回來 記者李嘉明 夏浩貞 新北市報導 記者李嘉明 夏浩貞